好了 嗨 欢迎回来楚歌山里人 我是一涛 我是从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单板小回转的一些体会和心得 单板小回转两种主要的滑法 一种是比较平缓的地方 可以用走刃滑小回转 在比较陡的地方呢 就会用搓雪滑多一些 这片锅比较滑 这片坡比较滑 咱们先滑一下比较平缓的走刃小回转 然后到斗的地方再去滑一下搓雪小回转 我们春节期间会在瑞士财尔马特 1月25号会有大型的滑人滑雪活动 很多奖品 欢迎来参加 走吧 咱们来滑一滑 开始之前先看一下 从的优美滑行 现在我给它拍 一会儿它给我拍 走吧 走吧 今天鞋场人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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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回转嘛 就是弯小频率高 频率滑的比较高了之后会比较漂亮 除了搓雪和走刃小回转呢 这个小回转的弧度也可以更胖或者更瘦 更瘦的话 就是更多的只用脚踝去滑 滑的胖一些呢 膝盖和髋关节就会介入 我个人更喜欢更胖一点的小回转 左右幅度会大一些 会更动感 先滑一下 先滑一下 脚回转 这是比较瘦的小回转 脚弯 脚弯在动 比较瘦的小回转 脚弯 有点像滚 滚针的感觉 你需要脚弯动一下 就可以过来 然后胖一点小回转呢 胖一点小回转 就会更动感一些 滑的时候呢 上身尽量是保持比较稳定 和双板其实很强的 上下身其实有一点分离 并不是像走刃滑大回转一样 肩膀膝盖和板子保持完全的锁定 肩膀更多的是朝向落沙线 然后下身再摆动 如果你仔细去体会 还是前脚再动后脚的感觉 当你 当你力刃最高的时候 板子上的压力也是最大 那个时候你如果一收脚弯 或者一收腿 你就可以在空中完成滑刃 弹入下一个弯 这样滑起来会更动感 尤其是在你滑比较瘦的小回转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每一个弯都是在空中完成的 做一下这种感觉 速度稍微快一点 在板刃上聚集压力 好 有压力 这一块比较缓 基本上都是有任的小回转 只需要脚弯一收 你的板子都飞起来了 只需要脚弯一收一泄力 板子上的压力 就会一动把你弹入另外一个弯 因为这个时候板子上的压力非常大 它聚集了很大的势能 就像弹簧被压到最深的时候 滑下来了之后 可以用手做一个辅助 让上身肩膀顺着落差线的方向 可以指一下 或者后手也指一下 让肩膀比较顺 主要是膝盖 走前扇的时候膝盖往下压 走前扇的时候膝盖往下压 这膝盖往下跪着那种感觉 这一块稍微有点陡了 咱们可以滑一下 脱血更多的小回转 脱血小回转 很多人觉得脱血就不如走刃好 但实际上 你在走刃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如果血道比较陡 或者不平整 或者人比较多 基本上都是用脱血在滑 而且脱血滑漂亮了 你可以看到血 左边刺出一下 右边刺出一下 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动作比较协调了之后 也会非常好看 不光是走刃会好看 滑比较走坡的时候呢 很多人只敢用吹坡去下 但是如果用小回转频率比较高 你把加速的那过程 尽量点小 你就可以滑出频率很高 而且速度也不快 完全在控制的脱血小回转 脱血小回转做的时候的要励呢 是快速把重心移到前脚 借助板子在力刃最高的时候的压力 把你弹入下一个弯 这样你从前刃换后刃 或者后刃换前刃 的落差的距离就非常小 你在这中间加速的时间就非常小 这样你就可以更好的控制速度 你可以想象多数时候是在搓血刷车 顺着落差线往下加速的时间非常小 还是上下身会有一个小小分离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很多血被脱了起来 你也可以 你同样也是可以在 利刃最高的时候 跳入下一个弯 这样就可以非常好的控制速度 即使人多的时候 波非常陡 你也可以非常从容的在人群中穿梭 走 再走一下 我认为滑的比较好看 就需要在第一人最高的时候 快速释放板子上的压力 弹入另外一个片 弹入另外一个花 这样会比较好看一些 而且会更从容 你的空板能力也更强 单板和双板 其实都是利用板子上的压力 帮助你滑起这一个过程 稍微抖一点 同样是天膀顺着落差线 这边比较陡的已经过去了 前面是一个 有一个小地坨 所以要冲一下 这一块就不露了 关一下吧 上身呢 是保持变向落差的方向 你一开始 你可以用手做一些浮动 手指一下 你的肩膀和血板 有一些 并不是完全锁定 你的肩膀 更多的是冲下落差线的方向 你可以在压力大的 去做足跳 单板和双板的小回转 滑起来都会更动感一些 也会更好看一些 控制力 我认为是在滑行中 力中比较强 控制力的滑法 滑好小回转之后呢 对你其他的滑行风格 也会有帮助 因为小回转 可以非常精准地控制 你板子上的压力 并且释放 释放利用这个压力 这是滑雪比较 省力的一种滑法 一开始 单板和双板 小回转都是这样 如果你不是很会滑 用蛮力去滑小回转 会觉得非常累 动作也不好看 但是你会用板子上的压力 顺着这个力量 帮助你去滑的话 你会越滑越省力 而且也更协调 更好看 我是单双板都滑 滑多了之后 会发现单板和双板 有非常多的相通之处 而且能互相促进 如果你只滑单板和双板 遇到瓶颈期的时候 我建议你可以去换一个板子 去玩一玩 也许你玩一段时间 再滑回你原来的单板和双板之后 你会发现技术 有很大的提高 就像你从另外一种方式 去重新了解一遍滑雪 所以我觉得单板和双板 是不矛盾的